你覺得離婚真正的原因 然後是什麼的 可不可以給我一點空間 我那時候狀態 對 整個 整個狀態不好 嗯 不要看我打扮成這樣 然後穿這樣 你們過得很好什麼 我沒有沒有 就是很很樸實 我們就是在過樸實的日子 黃家謙離婚夏克利 顯如創傷寫真實心聲 就是還要消化 我覺得我是需要時間去消化很多事情 黃家謙和前夫夏克利的離婚訴訟 糾纏兩年 8月16號正式被施林地院判准兩人離婚 16年的婚姻正式劃下句點 原先黃家謙要在離婚官司落幕後 舉辦記者會 但因為創傷壓力症後取影響 所以取消 最近已忙著在果陀劇場 傳員門中門演出 首都樓面受三立新聞網專訪談近況 那你這樣子的狀態下 你在演戲的時候 會不會比較辛苦呢 國修老師那時候有講一個 我們在上戲的時候 一定要切斷所有任何干擾 就是不管你有發生 任何事情 你一旦上戲了 進入那個角色 你就要關掉所有的干擾 我現在可以明白 很多就是藝人在舞台上面 不管他家裡發生什麼事 甚至可能他的親人 有什麼狀況的時候 他還是拿起那個麥克風 裝的沒事 觀眾沒有想要知道你發生什麼事啊 我不能帶著我自己個人的狀態 站在那個舞台上 我那時候狀態 對 整個 整個 我自己狀態不好 嗯 我自己也有點 覺得 哇 我好像還沒有辦法 所以真的很抱歉 非常抱歉 我希望可以就是 很難講耶 應該是講說以為OK 可是好像還沒 很多人都也是這樣過來啦 現在可以這樣 那我自己也覺得自己很棒 而日前夏克力在離婚官司落幕後 被人募集坐在街頭痛苦吃飽子的畫面 皇家謙其實知青 聽朋友有說 對 那因為我基本上我都不太看一些新聞的 盡量不去看 你可以選擇看 你可以選擇不看 就過自己的日子啊 你覺得離婚真正的原因 然後是什麼的 可不可以給我一點空間 當我要說這個事情的時候 我說實在的很困難 很多事情不需要我說出來 慢慢慢慢 我覺得還是會被看見 所以不需要從我嘴巴裡面說 也給我一些空間 讓我消化這些事情 等我真的是可以 準備好了 我自己準備好 我可以面對這個事情 跟講這件事情 我自己也在鼓勵我自己 怎麼樣可以幫他好好講 有一些戲劇啊 然後明年也是 因為還是 就我也鼓勵大家 就是如果真的是在裡面賺的朋友 不要在裡面賺 走出來一下 可是我知道很難 我們互相鼓勵 不要看我打扮成這樣 然後穿這樣 然後好像 大家覺得說 哇 明星的世界 你們都是光鮮亮麗啊 然後你們過得很好什麼 沒有沒有沒有 就是很很樸實 我們就是在過樸實的日子 它只是我一份工作 就是一份工作 然後努力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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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 邀請